九龍塘區傳統豪宅臨立 不過柳暗花名右一村 這個與九龍塘相換的區域 既屬於豪宅地區 但是亦屬於民生地大 可謂非常特別 右一村 位於香港九龍半島西部山幽 同九龍塘雙鄰 界限街以北 為香港市區 罕有低密度高尚住宅區 早年為了遷就啟德機場降落的安全要求 令到右一村和九龍塘 都並列成為低密度的住宅區 由於走上相同發展軌跡 時至今日 絕大部分人眼中 右一村仍然歸屬於九龍塘的一份子 回顧歷史 九龍塘是香港開埠初年的 洋房豪宅區域 深受外國人歡迎 本地發展商有見及此 希望在這一區 開創華人高尚住宅區 也因此 令到右一村成為九龍區 極具歷史意義的豪門地段 由於政府將右一村的特色保留 規定區內建屋最高地積比率 以及層數為0.6及3層 因此 右一村多年來都能夠維持低密度人口 成為不少城中名人 以及達官富豪的陷害 由於區內的住宅單位 多數為獨立讓房 以及低密度住宅 所以車位供應量非常充足 大部分住戶都擁有專屬車位 九龍塘區 時至今日仍然保持優質生活的概念 鄰近右一村的右一城 一直都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大型高級地標商場 不少國際品牌、特色餐廳都紛紛落戶於此 亦是區內居民最自豪的生活優勢 雖然區內住戶不少都是車主 但是日常仍然可以選擇以交通工具代步 全因為九龍塘站就在右一村旁邊 作為香港其中一個共享西鐵和觀塘線的大站 北上南下都非常方便 而且只需要坐一個站去到大圍 就可以乘坐團馬線 交通便利程度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雖然右一村地理位置上位於九龍塘 但是其實前往石結尾以及深水埗一帶 都只需要10至15分鐘 加上近年這一帶有不少舊樓開始回收改造 不少消息都指出地產商希望打造 和九龍塘同一個配套系列的屋檢項項目 所以深水埗、石結尾以及九龍塘三地 連成一個大型綜合生活區 相信是不久未來的發展重點 右一村轉窄向來一盤難求 往往一放盤就立即有人接手 幸好近年有發展商在區內發展新盤 但是數量亦有限 所以記得密切留意 千萬不要錯過難得的機會 今集介紹是這麼多 想知道多點就記得聯絡美聯物業